客委会推动客庄创生环境营造计划专案 今年度全线有包括光复乡在营内共四个乡镇提报争取 那么竞争激烈 而经过严格的专案审查结果 光复乡公所顺利获得1700万元的经费依注 大约有300万元的地方配合款 获得乡代会支持通过后 乡长表示将进行乡立图书馆阅读环境 以及特色营造工程 来改善优化乡图的阅读活动工件 全国竞争型的客委会客庄创生环境营造计划专案竞争激烈 光是花莲县就有四个乡镇室提报争取 经过严格的计划专案审查结果 光复乡公所提报乡图优化改善计划突破重围 获得计划补助经费1700多万元 也是县内唯一通过审查核定的乡镇 中央补助光复乡地方配合款约280多万元 送交相待会临时会审议也获得相待表文的支持 相掌灵清水感谢中央县政府 以及相待会的支持协助 准备优化相立图书馆阅读环境空间 改善强化环境设施 让老旧的图书馆能进化升级 光复乡公所今年浓厚我们的科二委会 补助我们的图书馆的空间的改善 所以变我们二楼 我们一楼是大安活动中心 二楼三楼是图书馆 所以二楼三楼的空间的改善 我们会把它从来做好 比如说我们的原来的电脑 是在三楼 我们把它会移到二楼市 然后小朋友的阅读空间 有这个空间 真的空间我们会把它改善 希望说我们的图书馆 可以更符合我们居民 我们乡民的需要 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到图书馆 来阅读来联谊 光复乡立图书馆与社区活动中心共构 民国92年进行重大基础改善后 20年下来设施设备老旧空间 环境早已不复使用 因此乡公所借此机会 能重新升级优化乡图阅读环境空间 改善乡图周边环境 提供乡亲民众一个优质 且现代化的文艺公舍空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